窗户瞬间被击碎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谁能想到 睡在家里都能被大风从20楼的家里连人带床垫一起吹下楼呢 这个不幸就发生在2024年3月31号的凌晨3点 江西南昌市清水湾小区 祖孙两人连人带窗户 带床垫一起被吹下20楼 同一栋楼还有被吹下去的11楼的一位老人 也被狂风卷下了楼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让家人悲痛欲绝 根本难以置信 住在20楼的徐先生非常悲痛 当晚他母亲带着儿子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事发时呢 他被巨大的异响惊醒 醒来之后发现客厅一片狼藉 他第一时间去查看家人的安全 发现母亲和儿子已不在房中 房间的窗户也不见踪影 床只剩下了一个架子 上面的西梦寺也不见了 最后呢 在楼下发现了其母亲和儿子11楼的居民万女士 母亲也被大风吹下楼 不幸身亡 当时呢 他父亲在另一个房间睡觉 躲过一劫 家属质疑 为什么窗户这么容易被吹掉呢 有居民说 几十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 当时呢 整个房子都在晃动 外面是气旋风 家中的窗窗户玻璃 在这次强对流天气中 被吹成碎片 客厅也站不住人 高层许多玻璃都是碎的 树叶倒了一大片 停在楼下的车子 几乎被砸得千疮百孔 那谁该对此负责呢 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很多人在质疑和担心的 高层建筑的这种大的落地窗 和玻璃木墙的设计问题 目前 善后工作正在处理当中 据了解 江西南昌市气象台 在3月31日1时45分 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并预计局部可搬有 短时强降水 强雷电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而在每年的3 4月 江西 云南 贵州 广西等多地 可能会遭遇强对流天气 冰雹 大风 雷电 强降水 在短时间内轮番登场 也特别提醒 遭遇到强对流天气 远离树木 临时搭建物 广告牌 高空建筑物等危险部位 如果在室内 则远离门窗 房屋等外围墙壁 最好躲在更安全的房间